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课程第一天 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第一天 我们要学习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机器学习的概述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数据集的一个结构 我们大多数这个数据怎么去存储的 对吧 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就数据的特征工程 那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特征工程 到底是做什么东西的 第四个数据的类型 以及第五个机器学习算法基础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一些基础的算法 那后面几天呢 我们就去一一的去对这些算法进行讲解 对吧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机器学习概述 讲什么呢 什么是机器学习 对吧 什么是一个什么自动化的一个程序 对吧 自动的一个程序去进行一个 进行分析预测啊 进行判别图片啊 对吧 什么是机器学习 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去 和有机器学习的应用产品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应用产品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呢 就不去详细的去说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对吧 什么是机器学习 那这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机器学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第一 机器学习是从什么呢 数据中自动分析获得规律 并利用这些规律去进行什么呢 未知数据进行预测 那这里面有三个重点 一个是数据 一个是规律 还有一个到对未知数据进行预测 那么这里要注意了 这三点包括我们后面这几天的程序 或者我们后面这几天的案例 都是这样去做的 一是你有这些数据 然后呢 我去从这一数据中准结规律 然后再去预测 那具体这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通过两个案例来说 好 第一个 AlphaGo 当然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对吧 AlphaGo是做什么的 它是谷歌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或者说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对吧 那么这个软件呢 它可以自动的下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对于AlphaGo来说 对吧 我们下面看到第二个图片 给的是什么 棋谱吧 那么这个棋谱对于AlphaGo来说 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数据吧 是不是数据啊 那么AlphaGo 它呢 学习了这些数据 不断的去学习这些数据呢 最终的结果 AlphaGo 比VS对吧 S这个科捷3比0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科捷呢 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 那么 它的厉害在哪里 为什么厉害 是因为它下着棋盘 棋数 或者说 它每天都在下棋 从小到大就在下棋 那是不是它应该比你的经验要 更多吧 你都没有下过棋 你都连规则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它比你厉害 那这么厉害的人被AlphaGo打败了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AlphaGo本身 它本身就是一个机器 对吧 它是一个机器 能够不间断地去学习 比如说 这个AlphaGo 它一天能够学习几千万个这个棋谱 或者说棋盘吧 别人的比赛的数据 那科捷 它可能一天只能下十几盘 对吧 下十几盘 所以你AlphaGo是不是一天可以学习很多盘吧 那它的数据 首先它的数据 以及它的计算能力 是比科捷要强的 所以它总结出的这个规律 或者说 它总结出这个套路呢 是比科捷要强的 所以最终结果呢 就导致了AlphaGo 3比0 把科捷打败了 所以这个影响因素有什么 一个是你的数据 对吧 我学习这个数据 当然还是有算法的 这个算法还不能忽略 然后通过这个数据 来获得这个那个规律呢 就是AlphaGo 那对AlphaGo来说 棋谱是它的数据 它通过成千上万的棋谱当中 获得的这个规律 也就是说它的自己的一个经验 能够去对科捷这样一个东西呢 去进行位置 这个人进行这个下棋的时候 进行预测 对吧 你下一个棋 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那这个就是机器学习 那这里面三个重点数据 规律 以及对位置数据进行预测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广告搜索 那么当你比如说你在搜谷啊 或者说在这个百度 谷歌上面去搜一个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你搜生日蛋糕购买 那他显示出来的内容 有很多比如说商家的内容 比如说有网址 对吧 那他凭什么给你列举的这个是这个生日蛋糕 对吧 那这里广告搜索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你去这个你去这个淘宝或者说等等这些碗呢 去灌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自己要买什么东西 对吧 你应该不知道吧 对吧 比如说你就是闲逛 那你闲逛 其实你想要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网站 他最好能能够自动的推荐十几个物品给我 哎 我不需要自己再去找了啊 成千双万的物品 你找的话也非常累 那么你需要这样一个自动的啊 给你推荐一些物品啊 自动程序给你推荐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们继续学习 能够干嘛呢 根据你的一些历史的行为 或者说历史的这些购买的数据 当然不只是这些行为习惯对吧 去推荐啊 根据这个程序呢 去自动的推荐一些样品 或者物品或者商品给你 那这个也是继续学习 他要什么呢 数据就是你的历史的购买数据啊 历史的一些信息 那他要预测什么呢 就是当你输入了一个未知的 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 哎 我要推荐给你什么东西 那我就可以通过预测的形式 给你预测一下 你要购买哪些东西呢 商店或者网址给你 好 这就是机器学习 它基本的一些定义对吧 数据规律以及预测 那我们接着来讲 为什么需要机器学习 这个我们分两点去考虑啊 等一下我们这里会说一个点 先来说这里几个点了 看一下第一个解放生产力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公司进行裁员 对吧 裁了很多这个人 其实呢就是想让这个程序呢 去自动的去解决 那这里面以代表性的就是什么呀 智能客服 现在最先淘汰的可能就是智能客服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客服呢 跟你聊天的不一定是这个人去跟你聊天的 大多数都是自动的这些客服回复 对吧 当然这个体验可能没有人工这个客服好 但是这也是不断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吧 肯定是一个趋势啊 大家肯定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的 好 那这个解放生产力 就是他因为这个机器呢 他不值批评 24小时左右 有可能你还可以不用什么 给他付工资 对吧 你人呢还要付工资 所以呢 企业大多数就肯定是首要选择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这个智能客服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企业 客服人数啊 是占了 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 他的客服呢 就占了几千个人 对吧 本身人呢 没多少 他客服就占几千 所以现在呢 阿里巴巴的客服就减少了很多 减少很多 所以呢 他的这样一个智能客服呢 就是期待这样一个人 好 那么解决占业问题 那么解决占业问题呢 有很多公司 他每个公司都有自己占业问题 比如说呢 是医疗啊 等等 你的天气预测啊 等等 都有自己占业问题 那每个专业问题呢 你需要 也需要去用这个 机器学习的程序解决 比如说这里 一体医疗 我们还是以阿里举例子 对吧 一体医疗 他呢 去跟这个医院合作 很多公司呢 都去做这个医疗 他呢 去做跟这个医院啊 等等 这些机构 还有一些医疗机构 去合作 做一些程序 比如说这个CT读看 对吧 帮助医生 去辅助医疗 注意到是辅助医疗 当然他自己还不能去看病 那第三个提供社会便利 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杭州的 跟这个阿里巴巴的 这样一个合作的 这样一个叫城市大脑 对吧 那这个当然 这个举的例子 有点大了 对吧 有点大了 因为大陆社会公司 肯定做不了的 对吧 当然我们是举个例子 机器学习 也可以做一些 社会便利的东西 对吧 好 那么这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机器学习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机器学习 最重要一点是什么 就是给我们公司 或者给各个领域 带来什么 价值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比如说 如果没有价值 那这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找工作 对吧 这些公司 他没必要 去用机器学习 去招这些机器学习工程师 招这些孙祖学习工程师 对吧 他没有必要 没有价值 他没有必要去做 价值是什么 就是为了减少成本 对吧 减少成本 然后让你的整确率更高 以前人呢 他们会有些失误 有些人做预测 会有些失误 那有可能深度学习 或者机器学习呢 他做预测 有可能他的准确率更高 那么这样的话 他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 对吧 那他领域呢 有很多 医疗 航空 教育 物流 电商 各个领域都是需要 机器学习的 所以呢 我们的人工智能 或者说不提这个 比较高大善的名词 对吧 人工智能太高大善了 我们提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这些东西呢 它是各个领域 都是全面的开花 各个领域都是可以去做的 不管你公司 只要你公司有这样的一个 自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就可以去做 所以目的是什么 让机器学习程序 替换手动的这些步骤 替换你人去做这些 分类啊等等这些东西 后面我们机器学算法会说 减少企业的成本 也提高企业的效率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才会有这么多人 或者这么多企业 现在去招人 对吧 所以它的应用产品 是非常管的 包括两年后 三年后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 再举个例子 对吧 这个在这些领域 带来价值 比如说 一个七收零售商 零售商 他要把这个零售商呢 他这要去营销 他要去营销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他要把很多的这个广告啊 他的营销手册呀 投办给客户 那有可能你的这个 以前投办的时候 就是乱投办 对吧 你的这个 比如说 每个人都塞给他一本 这样的一个手册 各种各样的手册都塞给他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可能 比如说 这个人 他只购买得起 对吧 比如说10万到20万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车 你投办的广告 或者你营销的时候 给他推荐了这个 五六十万的 七十到八十万的 一百万的这个车 或者广告给他的时候 他有没有这样的心思去看 没有心思去看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针对性的 去投到你的客户当中 对吧 所以 我就想一个办法 我去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去给这些客户 自动的进行分类 比如说 我们就按这个 购买能力分类吧 当然分类有很多种 对吧 我就按购买能力分类 比如说10到20万分类 分为一个级别 然后呢 40万到50万分为级别 七十万到80万的分为级别 然后我用程序自动的 对我们这些历史的客户 进行分类之后 然后呢 再去预测的时候 比如说 我要给他推广告了 我应该推什么样的广告 合适 好 那这个机器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购买能力在五六十 五十到六十万的 那我们给他推荐广告 应该就是这个部分的广告 那这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投入广告 那你就有针对性的回报 那这个是带来的价值 就比你之前的价值 比较高了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机器学习 在各个领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好 那么这里 我们就把这样的各个领域的价值呢 都给讲完了 以及应用产品 一些简单的介绍 好 感谢观看